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紫阳四季所 我们是Sandra 三卓拉 那今天呢 我们再度邀请到小贺老师 嘿 大家好 大家还记得之前的远航事件吗 你如果有朋友或者是说 刚好公司正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就是公司突然倒闭 然后你可能领不到薪水 或者是公司基欠你薪水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请教一下小贺老师 好 我们就举那个 就是最近那个远航的例子 因为他们的那个张董 就是本来前面说 那个有金主要那个就是要 要移住进来嘛 对啊 事后就是那个大家就 跳票了 对就跳票嘛 好 那而且远航也确定被停飞了嘛 那所以确定 因为不能不能飞的话 那其实这些空姐空少机师 其实基本上就是失业了嘛 好那这时候就要回归到 那个所谓的工资电厂基金 那工资电厂基金是这样子 其实之前远航在2008年就已经有申请过一次了 就是在张董还没接手之前 就是前一手的远航已经有倒闭过一次 好那工资电厂基金是这样子 就是呢 当那个企业它面临倒闭或是那个歇业的时候 那是不是员工薪水是不是付不出来 好那因为我们在那个每个月的那个那个老保账单上面 其实呢有那个什么老保就业保险 后面还有一个叫工资电厂基金 就是每个月会提拨那个投保金额的万分之2.5 就是用这个费率 然后就是每个月会提拨一笔基金到那个电厂基金那边去 好 那这个基金 各位你们要注意你们公司有没有帮你们保老保 这蛮重要的 好没有保的话刚刚那个就没有电厂基金 就没有电厂基金 好那因为平常有提拨这个 那电厂基金它主要处理三件事情 第一个呢就是公司倒闭或是那个什么清算解散之后 如果有基欠员工的薪资 六个月内的薪资都可以从这边先电厂 所谓电厂的意思就是电厂基金先给劳工 然后给完之后呢电厂基金在代位求偿 就是在跟远航做一个求偿的动作 所以可以确保这些员工至少半年内的薪水来领得到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有有牵涉到退休金 退休金的话一样电厂基金也可以出 第三个就是新制救治的支险费也是从电厂基金里面出 但是这个第二第三项比较特别 就是这个退休金加那个支险费啊 加起来最多一个人最多六个月 所以简单讲结论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员工 他又被基欠工资 然后他又被欠支险费的话 他最多最多就是工资拿六个月 支险费跟退休金拿六个月 总共最多十二个月 这是电厂基金的一个主要的几副项目 是他整个工作的年支期间 对因为像我们新制的支险费啊就是最多就是六个月 不管你的年只有二三十年你最多还是六个月 好那刚刚讲到的这个是那个他的几副就是电厂的项目嘛 然后电厂基金要比较特别的是说他原则上不能一个员工一个员工去申请 他是集体申请 所以如果我们镜头前面有我们的那个远航的员工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集结起来 然后就是要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员工集结起来 然后要代表人 然后代表去跟那个应该是老保局那边写那个申请书 然后要那个申请电厂基金 好那小赫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最多你的呃 基欠的薪资跟支险费最多是六个月 六加六这样 六加六最多是十二个月 最多最多最多 最多是十二个月 紧工就是十二个月了 OK 所以各位呃你们要呃呃有这个观念 假设说你的朋友或者是刚好你遇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 对 呃你是要集结一样被影响到的呃同事 然后一起去跟嗯 劳工工 劳 劳保局 跟劳保局 申请呃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福利 申请电厂 电厂 对那希望说这样的姿势呃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那也希望这样的事情去要发生在你身上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赫老师的分享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